大家好,我是东亚银行首席策略师李振豪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中美关税如何影响美股 今天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耶伦谈谈如何撤销对华关税 这件事件大约在两个月前看到贸易代表戴琪反对撤销 当然耶伦赞成 最后拍板的拜登 现在看起来都是关注CPI 都是与中美关系紧张 如果在CPI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些关税 耶伦都说了很多次 差不多七八成都是美国人自己给的 对于CPI是有影响的 如果真的现在撤销 当然大家对于CPI下降有一个憧憬 如果我们插开美国CPI结构 其实有八成都是非食品和能源的 和一些民生性有关 医理、鞋物、搭车等有关 所以如果真的谈得整 当然你说对于CPI明显下跌 当然不是 但是至少能够舒缓现在CPI高企的方向 还有就是说 如果看回现在的纽约企油 其实之前说的122元124元 如果真的赔回801元 还有拜登如果7月出房去中东 真的谈得碰他OPEC或者沙地去增加生产 对于油价也有舒缓的作用 所以整体来说 大家要注意7月13日 会再公布6月份的CPI 如果以这样的势头 很有可能 其实是低过之前所说的8.6% 或者按月1%的升幅 如果任何见顶 甚至乎低过这两个数字 对于7月27日 美国加息的压力就会比较松 还有看回现在的Fundwatch 都是说86%都是75点子 大约14%左右就是50点子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7月就算是75点子也好 或者惊喜的50点子 对于美股来说 都未必会看得太淡 所以其实整个7月 相信美股的行情是相对较好的 成本来说 感谢观看